最近的几十年来,由于摩尔提出的摩尔定律,产业界似乎一直没有过多的思考,一直在不断地追求更先进的制造工艺。 相关的设备制造商,也一直在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,直到现在的光刻机发展到EUV。 诚然,更先进的制造工艺,可以集成更多的晶体管,进而直接提升芯片的性能。 这是业界公认的普遍做法,为此ASMR将光刻机提升到EUV,目前已经计划在2025年交付下一代高NA的EUV光刻机,以保证可以生产2nm工艺的芯片。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,英特尔带头,台积电,三星更近,毫无疑问,ASMR所生产的EUV光刻机,其目前的用户就是英特尔,台积电和三星。 之前台积电和三星还争抢ASMR的产能,而下一代高NA的EUV光刻机,英特尔也提前下了订单。 不过这只是我们看到的一面,另一面,其实已经在暗流涌动。 根据致命是条公司依赖公布的数据显示,在3D封装领域,2021年度,英特尔,台积电和三星,分别各投资了35亿美元, 30.5亿美元和15亿美元,共计80.5亿美元。 3D封装是一种先进封装技术,用于芯片制造的后到程序。 根据ASMR公布的2021年财报来看,其一共销售了42台EUV光刻机,差不多是70亿亿美元的营收。 所以对比来看,三大EUV光刻机客户,他们在2021年,在先进封装上的投入,已经超过了购买EUV光刻机的投入。 从这一点上来看,似乎三大EUV光刻机客户开始转移重点,然而我们还有其他的案例来做进一步的说明。 就在近日,英特尔、台积电、三星等科技巨头联合发布了RT标准。 该标准简单来说,就是可以利用先进封装技术,使得不同架构的芯片集成到一起,使得整个芯片不必都采用最先进的制造工艺。 还有一个案例,同样发生于近日,台积电利用自己的3D封装技术,助力一家英国AI芯片公司,在没有提升芯片制造工艺的前提下,却将芯片性能提升了40%。 可以看到,以上两个案例,都是先进封装技术在起到关键作用,同时也似乎验证了,英特尔、台积电等芯片制造大厂,已经开始要将先进封装技术走向使用。 先进封装需要用到的是先进封装光刻机,这不是ASMR的领域,因为封装属于厚道程序,其位次排在芯片制造之后,而ASMR的光刻机则是用于芯片制造这个环节。 很显然,ASMR对于这样的转变是始料未及的,因为就在不久前,ASMR方面还下定决心,表示下一代EUV的发展瞄准了高数值孔径。 然而现在来看,三大芯片工厂却在想着怎么减少对更先进EUV光刻机的依赖。 其实这样的结果,似乎已经是命中注定。 ASMR被耍了,半导体行业分析师道格拉斯·奥劳克林之言,摩尔定律从技术上来讲,或许还能继续,但是从经济角度来讲,这是行不通的。 所以,这里我们就要算一笔经济账。 首先说光刻机,之前0.33NA的EUV光刻机,价格约在1.5亿美元,这可以保证芯片厂生产5纳米,3纳米的芯片。 但是到了2纳米,就需要购买下一代0.55NA的EUV光刻机,价格直接翻倍,达到了约3亿美元。 再来说说晶圆,台积电7纳米工艺的晶圆单价差不多接近1万美元,而到了3纳米将会是7纳米的月4倍,是5纳米的2倍。 要知道,台积电的3纳米采用的还是FinFed技术,而不是更先进的GAFET技术,因此到了2纳米时代,GA成为必需品实,加上更高价的EUV光刻机。 一方面这样的芯片工厂建设成本难以承受,生产的晶圆的成本,也会让客户望尘莫及。 目前建设一座5纳米工艺的工厂,其投资就超过100亿美元,例如台积电在美国的工厂,就计划投资120亿美元。 而近日台积电方面的3纳米产线,竟然处于空产状态,也就是没有生产任务。 台积电不得不降低规则,利用这条生产线来生产5纳米芯片。 所以这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,及更先进的工艺,让很多客户承担不起了。 因此分析师就表示,拐点已经到了,在物理学定律终结摩尔定律之前,经济学定律就会先将其终结。 此类事件并非没有历史案例,例如20年前的RDRAM内存,在性能上可以说秒杀DAM内存。 但是呢,现在依然是DAM内存的天下。 简单来说,还是RDRAM内存的价格太高。 当然RDRAM失败的原因也有其他因素,但是毫无疑问,价格成为关键。 如今在芯片制造方面同样如此,如果有成本更低的方案,可以同样提升芯片的性能。 为什么要采用成本更高的方案呢? 事实上,先进封装在做到成本更低的前提下,很有很多其他的优势。 例如良率控制要更容易,产能也要更高,不用依赖更先进的EUV光刻机,对相关的原材消耗也更少。 就在近日,三星和台积电就都爆出了良率问题。 三星的4nm良率最高只有35%,而台积电的3nm良率也刚刚达到70%, 试问以后继续发展到2nm、1nm等更先进的工艺时,要解决良率、产能、发热、漏电等问题,需要投入的成本几乎难以想象。 而且这样的巨额投入,如果没有客户买单呢? 台积电的3nm工艺已经出现了降级使用的情况,而三星的4nm工艺也出现了客户转单的情况。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,台积电在3nm节点,推出了三种工艺,分别是N3E、N3和NEB,对应的价格也是逐渐增加。 在以往,例如7nm、5nm,最初推出的就是N7、N5节点,第二年会推出进一步的N7P和N5P工艺。 很显然,3nm工艺价格太高,客户们难以接受,所以才推出了三种选择。 因此ASMR是要被耍了,它的EUV光刻机在未来的需求并不会太乐观,尤其是下一代的高NA产品。 因此,ASMR依然在EUV光刻机上处于领先,但是市场对此类光刻机的需求将会逐渐减少。 去年财联社就发文称,集成电路的厚摩尔时代将不再依赖特征尺寸的不断萎缩,先进封装技术大有可为。 因此总结来看,就不难理解,为何英特尔、台积电、三星会倒戈,因为如果继续依赖EUV光刻机,将会进入死胡同。 即自己花费大价钱和精力研发成功了更先进的制造工艺,但是客户却买不起,诚然会有少量客户下单。 但是还是要算经济账,利用更先进工艺赚到的钱,到底会比投入的钱多多少。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,ASMR的下一代EUV光刻机,目前只有英特尔下单了,而且只买了一台,而台积电和三星却还没有动静。 要知道,下一代技术就要是两纳米了,可现在连订单都没下,却在先进封装上投入了价值几十台EUV光刻机的资金。 还不能说明问题吗?